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似水柔情的画面 怎么不思念 雨的温暇和浮动从前 凝固点 却倒不醒就会一遍 看过许许多多 纷纷和和 爱恨的画面 多少被两道尽 还不如初见 若只如初见 好想一切就在昨天 那么爱我的你 竟在眼前 说不出的强烈 若只如初见 只但愿你能在我身边 让距离从此不再这么疏远 若只如初见 值得愿我能处你心结 让你我把这文化从此通缺 好 就凭你有的人证物证听我老子的救不了他 这样 你现在就把这些证据送到衙门 今天晚上就把孙奎拿下 是 说话别有气无力的 做事情要改大心细 拿出状态 听到没有 是 去吧 你那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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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娘 这次收获真多呀 干得好 是啊 兄弟们 把东西都放这边啊 这一箱子东西 够咱们兄弟吃好几个月了 兄弟们 这趟火都活不小 好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书记官 大家回去休息休息 晚上一块 大碗的喝酒 大口的吃药 好 去吧 好 书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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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接下来 动脑子的事就交给你了 一会儿我妹妹过来 有不懂的就问她 我知道 还有啊 你要是敢欺负她都 我 你妹妹要是不欺负我 我就烧高香了 有人吗 没事 我干回去了 都会儿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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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个 看那个 那个是给你准备的 想练字啊 就得从头练起 不能浪费别墨 好 看着 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呀 不算 嗯 嗯 嗯 大王 你这一辈子呀 就会写着一个字 总是苦 你也不换点新花样 今天 我们就来写掩体吧 掩体 行了 不就是掩体吗 好 原来是个土匪 也有一颗浩穴之心 哎 你越在瞎老头什么呢 什么厚学心的 问图姑奶奶 你怎么走路一点动静都没有 吓死我了 我 没见过你这么胆小的 干嘛呢 嗯 我 分赃的吗 分赃 这么难听 这些可是兄弟们 用命换来的 也难怪 像你这种富家子弟 这么动这些 你说这种事情 不能躲吗 哎呀 行了行了 一会儿我帮你 我们去看看你大哥在干嘛呢 走啊 哎呀 我说了快走 走啊 用笔要慢 一笔一画 要清清楚楚的 嫂妹子 只要这个土豹子写字 特别费劲啊 你叫她什么 嫂妹子呀 她年龄比我小 你要娶她当我嫂子 就这么叫了 别瞎了 哎 你 怎么这么快就分完了 这 这 哎呀 哥 我让师傅来 就是来给你演示一下 教教你 师傅 你不是要嫁 说什么呢 谁说我要嫁给他呀 像个女人一样细皮嫩肉的 我呀 一定要找一个像哥哥一样 有男子气概的 哎 哎 他呀只不当我说话师傅 好了好了 你一天一个样 随你练吧 哎 师傅 快给我们随便露一手吧 哎 零儿说你是书画大家 露一手呗 对啊对啊 哎 来啊 好好好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 哎 哎 国之新王 兵之胜败 博学所致 信讨论之 试 天呦 天呦 来 写得是不错 果然是大家风发 但我怎么觉得 你是故意写给我看的 让你大家见笑了 说实话 这篇文章 在我小时候 我爹娘早就教过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家仇人势力大 要霸占我们的田产 后来趁我们兄妹 不在的时候 害死了我父母 我去报仇 他们有勾结官府 把我打入死牢 后来 是我妹妹救我出来 才侥幸逃到这里 我们兄妹二人 收复山贼 才打下了今天这笔天地 要不是卑鄙无奈 谁愿意当山匪呀 好了 不说了 写字 对了 天素姐姐的遭遇 跟你的狠相相 害他家人的 也是当地的一个恶霸 少妹子 天素姐姐的出人是谁啊 叫 宋葵 宋葵 居然又是他 天素此行 孤身一人 恐怕凶多吉少啊 不好 那怎么办 你們 咱们 我 咱们 习 ano 那又是你 他就了 你把手伤心愿的 我一起玩 我嘴 你把手伤心愿的 你把手伤心愿的 闽中总兵吴将军到了 快叫你们家宋葵出来 总兵大人 里边请 里边请 先后复空虎啥 不用了 快去叫他 是是是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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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狗奴才 你死了 找什么呀 什么事啊 少爷 闽中总兵到门口了 快起来吧 他等着见您呢 什么宗兵啊 不见不见不见 来 你快起来 不是宗兵 是总兵 闽中总兵 那可是好大的官呢 总兵 肯定是我们家 有什么光宗要处的事啊 让总兵大人亲自驾到了 快快快 快给我更衣 习 林副教 我将在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冻走马里 先找找黑帐 您当并获 让他永远不能翻身 是 还有 一定要胆大纤细 不能放过任何线索 遵命 混战东西 怎么不请大人进去做呀 行 行 行 你就是宋魁 大人 小个就是宋魁 身上来迟 还请大人恕罪 恕罪啊 来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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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大人 别动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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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子宋魁 也竟敢欺压百姓 害人性命 霸占民女 侵占良田 竟私自拉帮结派 扰乱治安 离可执罪 大人 小的冤枉 小的都是明媒正确 何来霸占 还有那田庆 小的也是花了银子买来的 怎么可能是侵占呢 他们 哥哥我都不认识啊 怎么可能拉帮结派呀 请大人明察 请大人明察呀 大人 我这里有些证据 不过数量巨大 林副教 把证据拿上来 是 来人 把证据抬上来 是 大人 怎么样 谢谢 大人 这些帐篷 都是宋魁这些年来 买赃卖赃的物证 上面有详细的记录 剩下的 是其党羽交出来 还请大人过目 大人 这些都是宋魁指示我们干的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呀 给你们那么多好处 你们竟敢出卖我 你们竟敢出卖我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也给独立宋魁的手段 快 快 快 大人 公堂之上 打打闹闹 成何体统 大人 这些民众 都是受到 宋魁欺压的百姓 您来断案 是不是 也得听进民意 总兵大人 你说的是 怎么 你们谁来 第一个状告 大人 小女林天宿 愿替父老乡亲说几句 请讲 送回 她假借高利贷 手段恶励 先后逼死父老乡亲旧人之多 强占良田败鱼母 大人 大人 这 现在已经铁证如山 不杀不足以平民分 杨宋魁 收钱等候发落 沈海宾 林女将 得罪了 好 停速教 你可要小心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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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肃姑娘 你果然是武艺超群啊 在下佩服 佩服 林女侠好功夫 再下佩服 林副教 您谦虚了 天肃姑娘 送回的党羽也已经落网 明日就能还你公道 谢谢将军 谢谢林副教为我报仇 不用客气 父母在天之灵 可以安息了 看立决 醒醒 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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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红蛇狂动卷 剑 行 雷 云 弓 喊 信 连江海 信 多 蓝 陛下 蜆 丐 扫 八 汪 干嘛呀 我要下山 我要去救天苏 我一定要去救天苏 师父 你怎么能随便跪下 哪儿心下有毛巾 你快起来 不 你就放我走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你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 你快点给我起来 就凭你那点功夫 就对我那个送回 连毛都不沾 林中总兵无天 是我的把兄弟 我想他一定能帮我的 我现在就下山 立刻向他报警 这我得想想 陈公子 我就知道公子 你一定焦急了 但是我们也得想个万全之策 否则 我来了 作为朋友 为朋友两肋插刀 就交给我吧 你 我啊 没错啊 一来呢 我上下山出入自由 二来呢 天苏姐姐认识我 再来呢 我对闽中的地形啊 比你们都熟悉 而且我的武功 一般人不在话下 所以我去呢 最适合不过了 可你的身份 山匪 我脸上又没刻了 山匪两个字 谁知道我是谁啊 你们再犹豫一会儿 天苏姐姐的危险 就更大一番 别婆婆妈妈的了 快点做决定吧 立子 这次就拜托你了 我马上给吴天写信 今天听你哥说 当山匪是无奈之决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弃匪从心回乡 务能经商 当然愿意了 师父 先别说特别没边的话 快点吧 放心吧 我那个把兄弟为人豪爽 人很不错的 听说 他还是个单身哦 师父 到什么时候你还说这屁话 再啰嗦 放国家就不去了 好好好 好 同弟 我现在就去写信 嗯 哎呦 走 嗯 动机车 这这女人是谁 这位姑娘好生无恶 怎么出口伤人 别有别离开 我们走 她是谁 我们为什么要走 那个愚人究竟是谁 去把赵宝叫来 是 小姐 赵宝来了 大小姐 您找小大 赵宝 您安排几个人 去给我查查 查什么 大小姐 查查那个跟在 董奇昌身边的女人是谁 是 我不能便宜了 那个贱人 乖女儿啊 乖女儿啊 你说那个张锡珍 她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啊 哎 你和董公子 也没个名分 这样一直下去 她也不是个事啊 我得抽个时间呢 跟董公子提一下 爹 你别乱说 人家董公子没说 肯定是有她不便的地方 好 再说了 我想她总有一天会说的 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她知一声总可以吧 来 来 下雨了 爹 外面下雨了 董公子好像没带伞 你让阿福去送伞吧 让阿福干什么去 董公子肯定最想让你去送伞 我去送伞 不太好吧 你不想去是吧 那你要不想去 我就让阿福去了 爹 这雨伞哪 送两把就没意思了 就打一把去吧 哎 去呀 愣着干啥 那我去啦 嗯 周围 我的伞来了 现在为故 哎 现在为故 老爷 走吧 哎呀 这日说来就来啊 乖乖乖乖 停不了了啊 这是谁家的啊 哦 这是我家小胡 各位 我先走一步了 董大人 你家小胡 为何就带了一把伞 这 我们 同打一把伞即可 董大人 你们主胡合打一把伞 有失体统 我看不如这样吧 能把那把伞拿 你这样就用一下吧 不 来 王头 把你那把伞拿来 请董大人用一下 好好好 我这是把旧散 董大人要是无嫌弃 就拿去用吧 东西东西 那我先走一步了 来 董大人 你这位小胡 我生得好运强 回头送给我了 过脚 过脚 那我先走一步了 各位 咕售董大人 董大人慢走啊 董大人慢走 慢走 董大人 你们看 这雨雨好像越来越大了 我先走 小胡 快点走啊 小胡 快点 好了 别闹了 小心被别人看见 你别过来 我是你的小扑 我是开玩笑的吗 好吧 那你让我教你什么 我哪知道 好 夫人 过来 谁要你这么叫了 你再不过来 我可大声叫了 不许叫 那你快过来 那我才不过去呢 听话 不去 夫人 不许这么叫 走吧 夫人 不许叫 我生气了 夫人 不许叫 夫人 不许叫 夫人 不许叫 小姐 赵宝来了 有 敬包大小姐 小德按小姐的吩咐 派人守在董其昌的府外 小德自己守在翰林院的门口 近日下雨 小德 看见有一个 模样俊秀的小仆 给董汉林送送 小的认为此小仆 应该就是小姐 那日所欲之人 女扮男装 扮作仆人 小的听见董汉林 叫她夫人 董汉林与她 不为亲密 一点都不像 主仆的关系 谁家女儿 这么大方 没有婚娶 就住在董奇昌家中 你觉得 能不能是董奇昌的 是亲戚 小的也说不清楚 看二人的样子 即便是亲戚 好像也不能 这样的亲密吧 董奇昌 又没有婚娶 一名貌美女子 养在家中 那 那岂不是通奸吗 开门 快开门 开门 广家有人敲门 来者何人 报上姓名 守护千金在此 还不开门 开门 我告诉他 你听我说 我们快从小门出去 不不不 叫阿福 你让他翻墙出去 报告董大人 快快快 坐下 你 你家主子呢 回大小姐 我家主子在汉林院 你主子养了银妇呢 请大小姐明鉴 我家主子没有养银妇 我家主子 进去给我搜 是 这是怎么了 这是 抓我们 干什么啊 怎么了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快 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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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妹妹 小淫妇 咱们又见面了 妹妹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知道就好 我问你 董秦昌是你什么人 我跟董公子是江南古江 我们在京城遇见 他只是收留我们 在这里住几日而已 哼 顾娇 顾娇 顾娇会跟你在湖上 侠蟹兮兮 顾娇会装走夫人 去接董秦昌 顾娇 顾娇 顾娇董秦昌 会称顾娇为夫人 你这小姑父 分明不说实话 欺骗本姑娘 给我掌嘴 小姐 小姐 不能打呀 是不能 小姐 我求求你别打了 你别打了 我求求你打 我求求你别打了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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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你醒醒啊 什么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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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何人 我是她的父亲 求小姐开恩哪 你就是这淫妇的父亲 那你呢 我是云友小姐的丫鬟 妙香 你们告诉我 她跟董秦昌 有福气之事 没有没有啊 我和女儿住在这里 一直尊礼守道 并无非分之举啊 你说我就信了 如果她们有夫妻之事的话 为什么让我跟小姐住一屋 把我房有几张床 慧小姐 有两张床 你们明日天黑之前搬出东府 如若不然 休怪我狠毒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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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Create 순 我好想 оч 我去 Musa 小姐 我就能想看防都我就 自小姐 好想方我 沈氏信大人 董大人 见到昕氏信了吗 没有啊 沈大人 我堂堂一个汉领 本意报效国家 首富的千金居然视我为无误 闯在我的家里 护打我的家人 肆意妄为 我东西昌深感屈辱 特来此官 沈大人 董主师 你这是干嘛 咱进屋说 沈大人 之前让我教话 接着让我陪他游戏玩耍 不去陪他 就让家女将我捆绑俱进 我堂堂一个汉领啊 岂是供夫人玩弄得深色拳马 董主师 董大人 看我深色型的薄面 有事咱进屋说 好吧 你看看 这要是众汉林参莫一本 深色型醉莫大焉啊 好 好 来吧 来吧 不可以 咱们心大人啊 走走走 哎呀 好了 来 慢点 去那边坐 董公子出去多久了 他去了有两个时辰了吧 妹妹 今天我看董公子 看你的眼神啊 别说多联系了 可一说几张西针 眼睛就跟狼一样的凶狠 我第一次看见董公子 是那样的眼神 都出去这么久了 他到底去哪儿了 妹妹 那个女的 让我们明天天黑之前 必须搬走 你说 咱们走吗 云友 云友 公子 公子 云友 怎么样 脸还疼吗 我好多了 公子 你去哪儿了 我去了趟汉林院 找了长院玄师身世纪 我说首府之女 仗势欺人 闯到我府中欺辱我的家人 我要辞官 那他怎么说 他劝我不要 还再三跟我保证 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让我看在他的面子上 别再追究此事 那你是怎么想的 四白踏入仕途 既非贪图俸禄 又非贪图安逸 无非只是想为朝廷敬典礼 如果为此却牵连家人 连家人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那为官还有什么意义呢 公子 公子 你也别生气了 那张希珍也没把我怎么样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雲勇 你心里过得去吗 真的没事吗 公子你想 那张希珍 几乎是最有权势的千金 从小锦衣浴室 她想要什么 无不满足 可是偏偏 她就是得不到她心爱的男子 千金也罢 锦衣浴室也罢 又有何用 这样一想 我心里就好受多了 即使再打我一千个嘴巴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不怕 不怕 申士行 拜见大小姐 师叔 你怎么才来 我等你好半天了 小姐 我可是得到你的传讯 就立刻马不停地赶来了 起先家丁看见董其昌 在汉陵院高声叫马 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小姐 你今天跑到董府去打那名姑娘 未免有些过于鲁莽啊 董其昌现在名声在外 一直极受尊重 便非寻常之人 你现在令他颜面扫地 这样本官很为难哪 这又何难 董其昌是你手下 你要告他犯上 那他还不把官丢了 敢不听你的 小姐 你有所不知啊 董其昌现在一幅画 就价值两千两银子 足足抵得上一个一品大员 一年多的凤鲁啊 他若是不想建功立业 哪里会想到做官哪 你知道 他今天到汉陵院 就是找我辞官的 啊 他那么胜着 那 岂不是整个汉陵院都知道了 是啊 我就怕呀 明日守府大人就会知道了 师叔 这可如何是好啊 明日父亲知道 肯定会给我禁足 明日在府中待着 师叔 这事你也有份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小姐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啊 这要是让葛老听见了 那岂不是要了下官的命 师叔 那你想想办法吧 办法 倒是有 至少可以让小姐 躲过这次的处罚 好 那我就再听你一次 是 倘若我得不到董奇昌 你可难逃干系 是是是 小姐 那我先告辞了 来 什么人 站住 小女子刘倩 我替师父送江话 师臣济如送信 特此来求见将军大人 你以为随便什么人 都可以求见将军大人吗 退下 你也不先禀报一声 要是原无军机 你担待得起吗 大胆 要是再敢上前 就别管胡客去了 好大的官威压人哪 我倒是要看看 你敢把本姑娘怎么样 别一心无事 带我先去通报 禀告将军 某外有一女子非常强横 她说是替松江化石 陈济如送信的 想要求见将军 好 陈帝什么时候收女徒弟了 快 叫她进来 小姐 请您上等便客 将军马上就到 好 好字啊 这怎么像是陈济如 叔父的手笔呢 真奇怪啊 不对 不对啊 这书法中 非明带着武功的套路走势 这是天宿姐姐的手笔啊 姑娘果然好眼力 你是谁啊 为何鬼鬼祟祟的 报上没了 你这个人 我问你话呢 你为什么瞪着个牛眼看着我 快把你们家将军 吴大人请出来 怪不得刚才门口的士兵说 来的姑娘挺蛮横的 果然与众不同 在下吴天 敢问姑娘尊姓大名 什么 你是吴天 闽中总编吴天 总 总编大人 小女子 什么小女子的 别扭 本姑娘名叫刘倩 都问那个师父 老说什么吴老哥吴老哥的 我就想啊 哪有这么年轻的老哥 不好意思啊 真是丢死了 你真是陈锦如的徒弟 那还用说吗 来 哎呀 哎呀 时间紧不跟你多说了 这是我师父 你还真是个练家 那还用说 哎呀 时间紧不跟你多说了 哎呀 这是我师父 你还真是个练家 让我给你的信 看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什么你快说啊 天宿姑娘的问题倒不大 倒是你 问题严重 我 我怎么了 我 你不想让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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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姐姐 既然姐姐大仇已报 我也就放心了 狗狗 看电 你可真够掉满的 我就陪你玩玩 妹妹 你们别打了 都是一家人 怎么不得进入倒白呢 痛快 痛快 你们别打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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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别闹了 哎呀 你们俩怎么跟小孩子一样 别闹了 别闹了 将军 敬武几戒 嗯 妹妹 一朵茉莉花 芬芳满枝鸦 现实的牵挂开在心里 慢慢地走 一朵茉莉花 一眼与龙奔沙 蝴蝶无声夸 遇见你在尘那 在葱中飘飘洒洒 畏恐这种不久就跪呀 那花余花在多方飞呀 烈恋不舍有一些挣扎 却没办法要不爱上她 写套命中注定的话 全是寻找尘埃宿命吧 将此情绒一世水墨花 画好圆圆的表达 回过去的那似水年华 别一日属于她的花 耶耶耶 宁愿收下一朵梦里花 啊 别一日属于她 唯恐这种不久就跪呀 那花余花在多方飞呀 烈恋不舍有一些挣扎 却没办法不爱上她 写套命中注定的话 全是寻找尘埃宿命吧 巧思情绒一世水墨花 画好圆圆的表达 回过去的那似水年华 别人一日属于她的花 耶耶耶耶 不温收下一朵梦里花 你是她命中注定的话 全是寻找尘埃宿命吧 巧思情绒一世水墨花 画好圆圆的表达 回过去的那似水年华 别一日属于她的花 揪摆毓宿命远 也认得属于她的 sight 耶耶耶 雨人上下一朵梨花